嗨,大家好,我是邦妈 我发布的第一条关于托管餐的视频是今年的5月27号 到明天整整7个月了 翻看以前的视频我自己都不愿意看 说话呢听着好不自信呀 饭菜做的也很一般般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网友留言 你做饭除了干净,其他的一塌糊涂 我是一个爱和自己较劲的人 做什么事情都要尽力去做到最好 厨艺不好不怕,谁都不是天生会做饭吗 后面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研究学习菜谱上 下厨房是一遍一遍的尝试 我儿子就成了我的实验对象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给学生们烤纸杯蛋糕 从来没失败过,但是那一天我烤了9次 浪费了45个鸡蛋,第10次成功了 我一看时间都凌晨4点了 特别赞同的一句话 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最后的收获就在哪儿 嗯,粉丝说你做饭太好吃了 次次成功也没见你失败过 我想说我已失败了99次 这是我第100次的成果 把这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 希望崩妈爱厨房能成为一个品牌 我一直在努力 话有点多啊,不聊了 我要开始做饭了 今天是周六,还有4个学生补课 我要做东北和四川的特色菜 先把28块钱一斤的排骨 加上面粉,抓洗干净 东北特色菜,就是菜包饭 他们只有在秋天才会做 因为那个时候东北的大白菜才上市 白菜孩子们都不爱吃,我就买了点生菜 粉丝心心念念的红薯粉产肉片的教程来了 肉先切片,装盘 我买的是带装的红薯粉比较细 如果是散称的,颗粒比较大 要泡上20-30分钟 加上鸡蛋和适量的清水,调成细面水 今天人少,准备4个菜1个汤 两荤2素,把配菜都准备齐了 锅里油热,下冰糖,炒个糖色 十几个人的饭做习惯了 今天的油倒的太多了 火太大了,糖色炒得有点过 把排骨倒进去 炒至排骨上色,加上料酒和生抽 八角,桂皮,香叶,葱和姜 倒上适量的清水,盖盖 炖煮40分钟 再火点面,焖个饼子 加盐,一半用开水烫面 一半用凉水和面 半烫面的饼子吃着既柔软又不时劲道 东北菜包饭的灵魂就是鸡蛋酱 先把鸡蛋搅散 油温差不多三成热吧 把鸡蛋倒进去,快速搅散 搅成小块 锅里少来一点油 把洋葱炒软 再把鸡蛋倒进去翻炒 东北的菜包饭 只有加上当地产的香榆酱 才更接近本土味道 香榆酱可以多来一点点 等会儿还要拌其他的蔬菜 最后再加上一点点的生抽和糖 如果没有香榆酱 可以加点黄豆酱 菜包饭搭配的蔬菜 可以根据您个人口味 但是一般土豆泥 小葱和香菜这两样都是必备的 加上特别的提味 我准备了花生米 小葱 香菜 生菜 土豆泥 最后别忘了 把蒸好的米饭也拌进去 生菜还这么多不爱吃 但是卷上够味的馅料 两三口一个 哪天不想做饭了 试试菜包饭 简单还好吃 最关键的是还不用洗碗 卷上生菜就可以吃了 排骨炖了有30分钟 把土豆再倒进去 面团切段 擀成薄饼 土豆和排骨都熟了 把饼皮铺上去 上次的饼子铺得太厚了 蒸出来之后全粘一块了 今天保险起见 一张一张的蒸 今天的饼子擀得很薄 吸收了汤汁 特别入味 土豆排骨焖饼子也出锅了 没想到今天的饼子 比排骨还受欢迎 今天第二道大菜 红薯粉炒肉片 平底锅刷油 把淀粉水倒进去 一面凝固后 再翻面 红薯粉尽量摊得厚一些 不要太薄 炒的时候容易粘 肉片煸炒出油后 加上料酒 葱 姜 和蒜 两勺豆瓣酱 翻炒均匀后 加上花椒粉 窗外还是以麻和辣出头 最后淋上生抽和老抽 调料已经够味了 不需要再额外加盐 加上适量的清水 煮开后 把红薯粉倒进去 翻拌均匀后 加上蒜苗和红辣椒 红薯粉炒肉片就做好了 非常的爽滑劲道 鲜香油下饭 做法其实也简单哈 就是调面糊的时候 不要太稠 更好摊开 最后还炒了一盘 西兰花杏包菇 小姨还来了个艺术摆盘 瞬间提高了这道菜的颜值 今天的菜我又做多了 剩了不少 吃完了 吃完了 还有肉呢 排骨 不要吃肉呢 中五日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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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块肉 尝尝 快来 一样就等着吃 你妈生啥气的吗 一起拿这个羊 高纤 好俩呗 好了没 你笑一下 高纤 高纤 高纤就是高纤 阿姨 我妈上有没有说 她吃点饭啥的 你妈 没有呀 她前来说 她前来看你那个视频 她就说 赶紧叫做饭 可好吃 她说 让我给你点钱 然后让你把它换一罐 你妈现在都是我的粉丝 我那天见你爸了 你爸也看我来吃鞋了 好妈 可以 你女儿和阿姨说能行 可以 完全全家都一吞 半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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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斗